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使用加号运算符对anti类型、float类型和strewn类型进行加法的运算 这个时候加号运算符就被称为加号运算符的重担 另外两个小一号在CIA加中被称为位的左翼运算符 但是它跟CIA加进行配合可以进行输出 这个时候被称为流插入运算符 两个大一号在CIA加中被称为右翼运算符 位的右翼运算符 它与CIA加进行配合的被称为流t级运算符 上面的这么多运算符、加号运算符、左翼、右翼运算符 它们都被称为运算符重担 在CIA加中也可以跟进我们的需要 对现有的一些运算符进行重担 来复以这些运算符新的含义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加号运算符进行重担 来对我们一直在使用的CTIME这个类 进行两个CTIME对象的相加 那这个时候加号运算符呢 我们就赋予它一个新的含义 那么首先呢来看一下 我们在不使用运算符重担的时候 怎么样来实现两个CTIME对象的相加 下面呢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呢 也是我们一直在使用的CTIME这个类 这里呢我们要来实现一下 两个CTIME对象的相加 你看我们怎么来做 首先呢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函数 它返回一个CTIME对象 然后名字叫做 atTime 表示说它对 对它两个CTIME对象进行相加 它就有两个参数 都是引用类型的 为了防止这项的拷贝 第二个参数呢 就称为Time2 itime这个函数呢 就是来可以实现 Time1和Time2相加的这样一个功能 因为为了方便呢 我们希望在itime这个函数内 直接访问Time1和Time2的 4个数据成员 所以这里呢我们需要将itime 作为CTIME内的一个有缘 团数 这正好我们可以温习一下 上一节介绍的有缘 这个支持点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在itime这函数内直接访问Time1和Time2的4个数据成员 就是hour,minute,second 现在我们就来实现一下 实现两个时间的相加 一般都是针对十分秒分别进行相加 如果说他们满60或者满24的话 需要往前进一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对秒进行的一个相加 我们需要time1的second加time2的second 我们给他复制一个变量 second 好,如果second大于60 如果second大于 如果他们的合大于60 就往前进一 往前进一 这里的我们定义两个变量 hour和minute 用来保存十个分钟的合 如果second大于60的话 那这个时候minute就加 再加 下面我们来计算一下minute的值 minute应该加等于 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了一个值 应该是time1.minute加time2.minute 这个时候如果minute大于60的话 那么应该往小时上进一 然后minute 然后minute 应该是减60 最后呢 我们来计算hour hour也是加等于 time1的hour加time2的hour 这个时候如果hour大于24的话呢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日期往前进一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 因为这里呢 我们仅仅是对时间进一相加 那这里呢 我们就不往前进一了 我们仅仅对hour 请减24 这样十分秒分别都计算出来了 另外 time的这个 这个反围 反围值呢 是一个ctime 反围类型呢 是一个ctime 我们怎么样来构造一个ctime对象呢 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return ctime对象 表示我们返回的是一个临时的ctime对象 它是这个临时对象呢 是没有名称的 它三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计算过的 十分秒 hour minute second 这样我们就构造好了一个ctime的临时对象 它通过ctime的函数来返回到item之外 这里呢 我们调用一下item 首先呢 我们是要定义一个对象 time3 用来接收item的返回值 item参数呢 分别是time和time2 表示我们对这里time和time2 两个时间进行相加 增加后的结果呢 会通过cpycode的函数来复制给time3 来输出一下 time3.getHour time3.getminute 然后是time3.get 然后是time3.get 这样呢 代码就写完了 现在我来编译一下 到底能不能编译得过 你也可以看到一次性编译通过 我们来估算一下time3的结果 time的值呢是10.50分20秒 time2的值呢是12.12分12秒 那首先我们来对秒进行相加 应该是结果是32秒 然后对分进相加呢是62 需要往小时进1 结果是2 然后呢小时相加呢是10加12 22加进来的1是23 结果应该是23.2分32秒 那么结果是不是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 哎大家看一下结果正是23点 2分32秒 通过ytime4重载 也可以实现两个time 两个时间的相加 但是呢 这种函数调用不太直观 没有我们直接说使用两个 使用一个加号ytime4来对它相加 直观 那下面呢我们来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使用 运算符重载 来对两个time对象进行相加 要实现两个运算符相加呢 我们首先是要定义一个重载的运算符函数 然后此后呢 在执行被重载的运算符的时候 系统将自动的电用这个函数 运算符重载呢实际上是函数的重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运算符重载函数的格式 首先呢是一个返回类型 函数的话都有返回类型的 然后后面呢跟着是operator关键字 它呢是专门用来定义 重载运算符的一个关键字 后面呢是跟着一个运算符 比如你想重载的运算符 这里呢我们要重载加号运算符 那么直接在后面跟着一个加就好了 后面呢就是参数列表 好可以看到它跟我们定义的一般的函数 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的函数名称呢是由operator关键字 和运算符来构成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定义一个重载的 加号运算符函数 重载写一个函数 也是反应之也是c-time类型的 然后呢后面跟着是operator关键字 后面是一个加号 可以看到 这中间呢是没有空格的 后面是跟着它的参数列表 这里呢它仍然是使用两个c-time类型的参数 都是运用类型的 time1和time2 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这个空的加号运算符函数就定义好了 因为它跟上面的这个time这个函数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函数名称不一样 内部实现都是一样的 这里呢我们就把代码照抄 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容易的实现了定义好了一个空载的加号运算符 那么我们怎么去使用呢 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把这句话注释掉 这里呢我们首先要需要定义一个c-time的对象time3 用来接收结果 后面怎么掉呢 就其实跟我们在使用加号运算符的时候 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直观 我们直接使用两个time对象进行相加 因为我们已经为time对象定义了一个重载的加号运算符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检测到 你使用的是这两个c-time对象进行相加 它就会自动调用这个重载的加号运算符函数 然后将加号的左右两个值作为函数的函数 还有点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在前面呢是将it-time作为c-time的一个有缘 我们才可以访问它的c的成员 那这里呢我们在加号运算符函数内部呢 也访问了c-time类的c的成员 我们也需要将加号运算符函数作为c-time类的一个有缘 所以呢我们来证明一下 方法也很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能不能编译的通过 编译失败了 看一下是为什么呢 这里呢有一个笔物 再编译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编译成功了 我们再来例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还是不是跟刚才的结果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结果仍然是跟刚才一样 也是23.2分32秒 我们在这里定义的一个运算符函数呢 是作为一个全局的函数 它是不属于任何类的 其实我们在定义一个运算符函数的时候 可以将这个运算符函数作为一个成员函数 数内的运算符函数作为类的成员函数的成员 也有自己的优点 因为它是类的成员函数 所以说它内部是直接可以访问类内部的 这个私有的数据成员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在CTIME内部来定义一个重载的运算符函数 为了防止冲突呢 我们需要将预言的声明给注释掉 然后将这个函数给注释掉 为了防止冲突 这里呢我们来对这个重载的运算符函数 进行一个声明 也是CTIME内向的 也是operator关键字 后面跟着加号运算符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有一点不一样 它只有一个参数 只有一个参数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将加号重载运算符作为CTIME内的一个成员函数的时候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仍然是按照这种方式 编译器会将 这个调用操作 翻译成下面的这种调用 就是TIME operator 加 编译器将 这个动作解释成这样的一句 加号运算符函数的参数是TIME2 就通过对象TIME来调用他自己的加号重载的加号运算符 然后将TIME2作为这个加号运算符函数的一个参数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要给他指定一个参数就好了 好 下面呢我们来实现一下 我们在CP文件里面实现一下 首先是返回类型 然后是CTIME类 这种里面的实验方法呢 也原来实现的 算法是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只有TIME这样一个参数 我们需要给大家修改一下 首先呢我们将TIME1的对对象都替换成 通过类似指针来访问 然后TIME2改成TIME 那去表之后呢我们编译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编译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 并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结果也跟前面是一样的